好 那我們正式開始今天CostCup的結束 大家這一次應該是參加了一個CostCup 2019 Prime A加 Prime B 你有沒有感覺 昨天是QA的核心 昨天是QA的核心 那歡迎大家參加今天CostCup 2019 Remake 今天先天限定 那我們超級Open Source的 到處都有Live Pages 你有看到什麼 工作人員幫你們做的Live Pages 然後大家參與者也自己把椅子搬出去外面 我們很開心看到這件事情 那我昨天本來想了一堆簡報 就是我們做了也蠻久的時間 但其實我其實沒有什麼時間 所以我只能空白的東西上去講 因為早上在處理一些狀況 那到底發生什麼問題呢 台科大他的因為學校的高壓電纜被挖斷了 所以大家很幸運的是 這是現在唯一台科大唯一一棟有電的大樓 那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今天 昨天晚上是說今天早上凌晨四點會搶修完畢 那很可惜我們早上六點起床的時候 我就有點太安心的去睡覺 早上六點起床的時候發現 啊 不能欸 那於是我們花了兩個小時 完成了今天的Gran B計畫 我希望大家給 因為現在還有很多工作人員在做收藏 我希望大家的掌聲非常的大 讓我們外面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他們今天真的很辛苦 感謝 High Gangnam B計畫 你們也不太多人會遵同當時去玩 這樣 我再一次跟大家借一隻手 Cost Cup的志功 不好意思 我們團隊有發聲有錯誤 我們在大會的背板上沒有忘了放 我們今年白銀集戰術上台灣大車隊 拜託大家借我一個手大大感謝 鄭家 我們今天感謝白銀集青銅集 然後我們的協辦單位 協辦單位電子系發給我們超大的資源 讓我們今天有辦法有三四五樓 那也特別感謝這些下面合作的單位 另外我也想感謝的是個人贊助者 跟捐箱郵票的朋友 有你們的支持 就是有單位有個人的支持 讓Coast Cup可以用免費的方式 然後繼續推廣這些open source 到每一個地方 我們的議程非常的廣 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得到 那就再請熱烈的掌聲 感謝每一個贊助商跟個人 因為我也想透過這個時間 我想介紹兩個Coast Cup的好朋友 第一個 李士傑 那我想請Tumi幫我們做個介紹 介紹世傑 大家好介紹世傑 大家都知道就是台灣的開園社群運動 最支持跟投入最多資源的單位之一 就是中研院的自由藍體作造場 Open Foundry 那這個計畫雖然已經結束 但是他在2003年成立的時候 李士傑伊莉亞他是計畫的創始PM 然後他那時候剛退伍 他的任務是要在一年內 要把這個協助台灣自由軟體社群推廣的組織 拉出一個架構方向然後執行 然後他搬到他很快的去兜出了一個 包含營運技術還有法證組的一個小組 那我很榮幸那時候可以跟他共識一年多 我那時候是負責Open Foundry電子報的工作 那就我所知伊莉亞他是台灣最早的blogger之一 甚至部落格這個詞可以說是 他就是發想的然後就是把他帶來台灣的 然後伊莉亞除了他早期推廣blog 然後對數位內容 Open Content比如說Creative Commerce 還有維基百科運動都很熱衷 那後來他離開Open Foundry之後 他積極的參加國際型的數位文化計畫 比如說CulturalMongo跟Codata 然後後來他還成為中芯大學的校長特助 跟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今年對我而言真的是很特別的一年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伊莉亞他今年五月中的時候突然就走了 那我真的還滿崩潰就是讓我意識到說原來人生真的是有期限的 而且那個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跟十幾年沒有見面的朋友聯絡 然後發現大家對伊莉亞的走都非常的感傷 因為伊莉亞他真的就是早期推動台灣自由軟體 跟Open Source 就是算是很關鍵的人物之一這樣子 那其實這幾個月我都會偷偷在看那個伊莉亞在臉書上的那個就是貼文跟他的網誌 那很希望看到他的更新訊息 但是再次看不到了 那其實十幾年前台灣開源社群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就是伊莉亞他就帶進很多很先進的想法 那即使到2019年的現在開源都還算一個很先進的概念 可是他已經可以再多想幾步 要怎麼去在十幾年前就去實踐開源社群的交流 比如說他那個時候就很鼓勵在開源社群的大家 就是要多參與國際的開源社群 因為他自己本來也很熱衷出國交流這樣子 他跟歐洲的荷蘭的一些就是做網路運動的社群 是像Naptime就是非常的積極的交流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算是小朋友的我們 就是都受到了他的影響 於是後來居靈命社群很重視國際交流 成為全世界三大公民科技社群之一 Costcap的小朋友受到他的影響 多年來也很重視國際交流 現在變成亞洲最大的開源社群研討會之一 而且我這兩天參與也充分跟來自中國開源社 還有香港的open source香港的開源社群討論交流 那這件事情在台灣已經像是喝白開水一樣的自然 但是如果沒有十幾年前 伊利亞他那時候對我們這群小朋友就是 告知這種概念的話 那恐怕現在台灣的open source研討會還是景點之娃吧 所以希望在場的各位 不期望你們離開這裡之後可以記住伊利亞 但是在開源參與這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多跟國際接軌 不論是鍛鍊你的語言能力 或者是實際參與國外的開源計畫都可以 謝謝 那另外對Costcap大會來講 我們有另外一個人物 我想請柏強來介紹一下阿怪 阿怪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應該比我更有資格在這裡介紹阿怪 因為有時候像剛剛Tuby就知道說阿怪在伊利寫的時候 會通通通的 就以一個音樂人的身份 通通抓到電腦去 跑去問人家電腦問題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幾年前有一個人在Costcap上面號稱說 他是第一個在國際研導會上發表退學宣言的 Deal Geek 他就一直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阿怪寫的某一些歌其實是Y歌 像是 一天都不回雷 我可以再 B 三天三夜 什麼這些 對他說他做很多都是Y歌 那也很比如說像我們這次 甚至還有一個講者 他就是都會講說他的音樂上面是失誠於阿怪 就是蠻有在聯繫的 那又或者說台下有很多比我資深很多的開圓的人 都可能都還記得說在禮拜四的時候會在Happy Thursday 會跟阿怪一起hacking一些雜一雜吧東西這樣 那不會對我來講 我自己其實一年也是跟他見過幾四年而已 那比較有連結 我覺得心理上比較有連結是 因為我跟他生日期是同一點 對那 就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我覺得他一直對我很好 然後我就是很像兄弟一樣 那 其實有點不知道確定應該講什麼 他就是一個非常多彩多姿的人 因為從他身上我覺得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他的就是這種奇奇怪怪的一些舉動 你可以看到一些他多彩多役的行為 像又是音樂人又是工程師 那他的微記百歌上面寫好幾個抬頭 我就覺得說你就直接去查到微記百歌就好 那我們去KTV的時候都會故意去點那個阿怪的 有一首歌叫做阿怪 就成語訊的阿怪 就是傳說中是在寫他啦 他本人是沒有跟我講過說是不是 不過就傳說中是在寫他 那我們去點的時候都會故意拍照 然後貼給大家看 有時候就笑笑鬧鬧這樣子的 不過有一次他突然就講一句話說 就大家都可以選擇不做阿怪 只有我不行 我自己其實是有一點感觸 那所以總之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什麼是跨間 什麼是天分 那什麼是跳躍器思考 那什麼是同時具有另外一個面向的質疑自我 那所以後面再多放一個也是別人分享給我的影片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網上看到有什麼字幕 這裡的他有另外一個 我的人是沒有能力 我快點再送去 我們先的還是會 寫我 去買熊 我玩的 一手 一手 不買 妙子 ただ送來 往右邊去了,左邊,左邊,往左下走 對,對,對 你不能在那邊,因為你要四邊寫個東西來發表 你不然真的很想像,你再過三十五個 就是這個樣子 年輕人加油啊 所以,希望某一點我不在做工作人員的時候 我也會真的明天寫個東西來發表 我們只是在這裡跑進跑出人 那希望你大家可以記得,謝謝 那,今年Costcom真的很加油 我們做了蠻多的跨境合作 那我們跟香港,跟上海的開源社 以及跟日本東京的好朋友 我們都有做跨境的Track交換 那另外呢,我們也邀請了兩位大人物 Steve跟Pingu來到現場 那我們也嘗試做第一次的陪玩姐姐 Beta版,那深受小朋友歡迎 但是今天就是剛剛好 小木屋也沒電了 所以,對各位爸媽也有點不好意思這樣子 那我們也持續在做教育的BLF 我們希望在這裡討論 Open Source跟教育之間 我們還可以再多做一點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場也有蠻多攤位的 那我們的內容也蠻有趣的 那贊助商們也都蠻花招百出 對,就吸引大家都可以參加 好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年的CostCov 2019 Remax 就是如果有各種不盡之處 就跟大家說個抱歉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明年CostCov 2011 我們可以再到2020 不好意思 我們在打什麼 不好意思 來不及了 好,明年可以看我們2020 我們就可以 一樣再見 也謝謝大家